目前我们来做ESP8266的连线 目前我的设备是ESP8266 启动我们的连线程式 首先你要点选 CAMPORT设备在哪一个洞 哪一个PORT ESP8266因为它有WiFi的部分 所以你必须先确定IP 所以你点选ESP8266 那它会 在Windows下它会跳出PUTTY 那我们现在是CAMP7 你要输入COM7 然后连接的包率是 115200 按Open 它会连上去 这个时候是一个黑幕 请你按Ctrl-C加Ctrl-D 它会重启 重启之后IP就会出来 你反白以后 PUTTY自动会帮你复制起来 复制起来之后 就按关掉 这个IP我们后面要 接下来它就会进入 它的连线程式 当你看到这个Ctrl-C这个画面的时候表示太近连上 连上让我们开启我们的 离线版的S4aSquatch3 这一个程式 按加 找到ESP8266 它提醒你要输入IP就是我们刚才复制的IP 这边上来 这边上来 贴上我们的IP 那目前是积木还没有跟它连通 这一颗 LED灯是亮的 那我执行积木的时候 这颗LED灯 会洗掉 也就是我们积木跟它搭上线 洗掉了 它就已经连上线 接下来就可以执行各角位的 积木 就可以一起来操作 它这个ESP8266的连线 就是多了一个你要取得 IP的一个动作 需要特别注意的